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特地來到弘大 為什麼呢? 因為想起肺炎 可能是1月份才開始關心肺炎 但其實是11月已經開始了 其實已經一年了 今天是12日 但今天是錄到韓國的 一言以來最新的有950個確診者 更多過之前 大家應該都知道 新天地的時候不是有個群爆的 那時候也是 沒有記錯 好像是902個人 那時候更多 其實其他地方也是 早幾天在明道的時候不是說 那時候是2.5 但有專家預計很快 就會去到800至1000人 所以現在打算給大家看看 弘大現在的面貌 因為現在是10點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弘大面貌 跟以往完全不同 因為其實弘大是北夜城 其實有點像是香港的 油尖和王家 南桂方家 港大 因為弘大這邊有很多學校 嘉年麥美 然後有很多餐廳 就是年輕人會喜歡來墜腳的地方 因為韓國剛剛完了這個 Soonung Soonung其實就等於 類似香港的DSE 你正常學校的時候 學生都會很想來弘大 好玩的 好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哇 黃大現在疫情之後的面貌是如何 我們在延南洞出發 大家看不看得到 遠處有一個遠古路的公室 那邊是一個新開的東套店 但今天的重點不在 好 然後我們這樣轉過來這邊 其實有一間叫做 有幾間叫做Lily的賣澳門的食物 我覺得它裡面的米粉都挺不錯 不知道是有一個IU 它也是這一年才出現在 Hi 這間銅碟超出名的 是吃烤肉的 經常都排隊 大家看看右邊延南洞的草地 真是極度荒涼 極度昏暗 雖然說是冬天 但以前也會有一堆人喜歡坐在草地上 但現在 對比以前的相片 差很遠 今次這條片頭十幾分鐘 就會是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 宏大街頭Vlog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宏大的面貌 但後部分 就會是一些我的個人想法 可能話題上會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如果想輕鬆看片的朋友 可能十幾分鐘之後 就未必有興趣的 但如果大家想參與和我一起討論的話 歡迎看到最後 好 這裡有一間外賣烤肉 旁邊這間是外賣烤肉 他們還在做 因為他們兩間都是外賣 所以就不受影響 其實它本來不是外賣的 因為本身有很多人 會坐在後面的草地吃東西 所以其實是給人們買去草地吃東西 然後這間是之前的keeper 和抓緣店來的 但這間就倒閉了 好 我們走過去九戶車那邊 過一條大馬路 這個就是AK商場 其實如果很久沒有來韓國的人 可能會覺得整個面貌不同了 因為以前是沒有這個商場的 而且以前對面的時候 出口是用不到的 但現在很方便的 然後旁邊你會看到 已經有新的東西起了 旁邊的那棟DISER 大家都知道 這一棟應該都是雙下來的 因為它又是剛剛拆了那些板 不久的 其實現在的建築物 還有一些板 我猜可能大家下次 真的進入到景點 韓國旅行的時候 它應該就拆掉了 然後這條路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改變 都是那些東西 純粹覺得大家應該會懷念 這個弘大的街道 所以反正我都會走過去九戶車 所以就沿途拍給大家看 KAKA STORE還在這裡安然模樣 我們這個弘大的地標 弘大的9號出口的KFC 通常約見面就會在這個位置約的 大家有沒有很懷念這個位置 我經常的朋友都很喜歡在這裡等 這裡一定是很多人 每一刻是沒有人的 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兇的東西 搞得好 只有一袋買993 然後平時這裡是很多 賣那些BOKYi 或者有一袋雞串在這裡 很好吃的 然後剛剛看到這個位置 因為它本身之前是賣零食 但現在它轉了這些 算是抽福袋的概念 但其實它不適合抽福袋 為什麼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我真的覺得 紅棍超有頭腦 裡面你不知道有什麼內容物 但是如果你抽用鎖匙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 免費再一加一這樣抽多一份的物 Edito House 又收拾了 連Edito House的名字都沒有了 在這邊 這一間 拋鐵 還在這裡 超大的一間 The New Waffle 但是其實它是 香港雞蛋仔 嘩 它這裡封了 它之前是很多小店 有些花店 然後有賣Waffle 然後有很多 淋淋淋淋淋的東西 它現在圍了 它可能打算建一個大野 哇 這裡開了一間 草泥馬cafe 是不是婆婆有聰明 過馬路 嘩 這邊 這邊 大家看 不 現在十點幾正常 正常的意思就是 店舖大概是十點多山 就是沒有錯的 但是人流就不正常了 拍照的地方 哇 這些 看上沙珠這些地方 就沒有收到 大家可能平時是過來買衣服多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 有很多 譬如這間 這間 之前超出名的 很多電視節目都來裡面拍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 超多人圍著一個星 結果看不到是哪個星 可能會有人好奇 為什麼整條街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們還在開門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他們其實一向都是開這麼晚的 他們很多都是開通宵的 第二 因為他們不是飲食業 所以沒有被規管九點就要關門 剛才不是說 學生們剛剛考完時 所以他們都很擔心 自己的未來會是怎樣 可不可以讀到理想的大學 或者將來自己的命運會是如何 他們就會過來看命理 看風水 看性族 韓國現在很多的花圃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可能大家在家裡悶 很多人都在學插花 我最近我家都喜歡放藥花 都是的 在家裡沒去做 就是做這些正態活動 這個也是拍照 好啊 全部都是SELF的 然後他插手叫我們進去看 韓國有很多東西真的跟著去 你看這裡有多一間福袋 一加一 不過地下的垃圾 就有一點多 熊瑞珍 就是這裡 它本身是這個位 但是現在呢 它收拾了 它變成了My Accessory 就是有一期熊瑞珍 熊瑞珍真的在韓國很紅 有很多分店 現在熊瑞珍就沒有了 但是其他分店 都還有不少 其實現在的感覺就真的好像凌晨 可能三四點 但是以往的三四點 可能也有些人在這裡 走一走一走一喝醉 或者去clubbing也好 但是現在 老人一定會有的 但是感覺到一個冷清 真的是很重 很誇張 咦 這裡變了賣零食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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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台灣堂 是賣 是賣 它現在就變了 賣 都看到其實 宏大吉普的數量 其實不多 很多都是可能收拾完 然後就去了 就變了是一個新的 另一個東西 這裡又有 真的到處都有這個 它現在全面 變了 風不被車走 沒有車的道路 它又 早快開始 不是很久 只有一兩個月前 我覺得大街這裡 也算是這樣 轉變不算太大 最多就是沒有了 之前不是全部拍車的 現在就變了是行人路 那 逛街走得舒服一點 我覺得 這邊呢 就是一個 即是機店 然後隔壁 就是宏大吉普 就是來過宏大吉普 一定知道它是 算是最出名的 K房 然後這些玻璃呢 通常都會有一些 美女 很瘋狂的 唱歌跳舞 然後我們在這個外面 是 看得很清楚 那它由2點5的時候 就已經 沒得開門了 哇 好安靜啊 不說話 是不會聽到人聲 只有那些車的 這個Hansim Pu Cha 之前是24小時 現在就很多24小時 那通常呢 什麼人會去呢 因為這邊多Clubbing 那些人可能就在Clubbing裡面 認識了女生 或者認識了男生 太吵了 那我們去第二個地方 吃東西啦 然後就會來這些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都可以喝酒 這個就是韓國1723 三重文化 或者是 其實如果你真的在Clubbing裡面 認識不到男生 或者女生 你就可以來 好吵 你就可以來這裡 就是可能兩個女生 或者兩個男生 坐在這裡 然後等人坐台 這個其實就是Hunting文化的起源 因為其實過了一點 弘大佑都Hunting Park Hunting Market 其實就是去那裡 Hunting一些男生 或者女生 其實最初的起源 最初的起源 是來自這個 白中原的Hansim Pu Cha 白生 好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Hunting Bar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Hunting Bar 那些地方 講雲大Hunting Bar 大家就會知道是這裡 就是Clubbing的 或者Hunting Bar的最吉利 但我想說現在呢 現在是11點10分 真的沒試過看到雲大這個位 是這樣一個人都沒有 是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好恐怖 好恐怖 MV2 沒有來過雲大 都一定會聽過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YG老闆開的 之前 然後我旁邊就是 之前勝利的拉麵店 哇 我之前人生第一次來Club 就是來這間MV2 我自己就有些 不是那麼好的體驗在裡面 試過被男生很貼身 貼著我的屁股 我不是特別喜歡Clubbing這件事 對 我喜歡靜靜的 在JASB Bar 喝Y 哇 在 弘大公園 現在鎖了 他知道 他沒有說 他說 會之後再宣佈 你看 封了 黏著帶子 平時 弘大有很多人跳舞 然後有很多兒子女女 在圍著 或者是Busking 不知道 我現在 孤身一人準備跳舞 加油 你可以出道 弘大這個位置 之前不是有很多街頭表演 但因為都是廢人關係 所以全部都禁止了 不過平時大概到了十二點多中 凌晨 其實開始就會有警察來趕人 因為始終太晚了 所以都不希望聲音擾聞 所以大概十二點多 就不會再有這些街頭表演 好 回到你家了 其實看到大家都做了防疫十幾個月以來 但都忽然間有些地方是反彈得很嚴重的 證明了只要經濟是沒有停頓 然後沒有完全隔離 或者是沒有全部人都有檢測過 有沒有發炎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做到很安全 所以基本上一定會反彈的 但是在反彈的之下 在韓國 人民會不會對政府有很大的不滿呢 我問過身邊很多韓國朋友也都看新聞 我看到他們的反應 當然不會稱讚政府 但是至少他們的批評都不會太嚴重的 因為80年代其實韓國是一個很喜歡示威的社會 你會看到光化門 這些位置很多都會經常舉辦示威活動 譬如是光州事件 香港人可能會因為去年的社運 而比較熟悉這個示威活動 光化門 之前 每個禮拜天都會有一些示威或者聚會 那現在其實韓國人 罵政府罵得最多會是什麼呢 就是防備產 自從2017年滿擠完上任之後 他短短三年間就改了24次的不動產政策 其實他本身是想改善炒樓和居住問題 但是現在是不跌反而升得很誇張 就是現在是民怨四起的 但是為什麼會沒有人罵政府 覺得防疫做得不好呢 在看香港新聞的時候 我會聽到很多聲音是對政府的不滿的 我自己在看韓國和香港的資料的時候 有些相似的 譬如是租養的重點行業都差不多 香港人有跳舞群組 那韓國其實也有些跳舞群組 教會裏面的群聚感染 然後很多界限 譬如是 Gym房 PC班 K房 這些就在很早期的時候 韓國已經開始禁止了不讓人民去的 韓國是有一個禁忠義的國家 但是現在竟然禁止了所有的賣酒或者餐廳 9點之後營業 就是香港這樣 香港是有時6點有時9點這樣 就是變來變去的 就是總之就是不給糖吃 那香港在很多個月之前不是派過一次錢的 每人派1萬元 那在韓國就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享受派錢這件事的 要看資格的 那我聽說加拿大有些做freelance的人 他們政府是給他們很多的補助金 那個補助金還多過他們本身做freelance的錢 所以他們經常開玩笑就會說 哎呀又肺炎多好啊 然後不用做了 但是為什麼韓國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對政府的不滿又不算太多呢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韓國很早就弄了一個防疫的表出來 這個表就是韓國保健福祉部 在10月1日就弄了 那在韓國每一個區幾乎都會有一個保健所的 那如果你是去過確診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主動跟他們說 那就可以免費檢疫的 那韓國的防疫階級呢 是有五個階段的 就是1、1.5、2、2.5和3 那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究竟每一個防疫階級裡面 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是什麼 那還有韓國呢 是每一個市場全部分開的 那譬如首爾4-500人感染的話 它就會是2.5級 那如果你苦山可能只有100人感染的話 它就會是1或者1.5的階級 那大家就可以很清楚 哪些地方是比較嚴重 哪些地方就是那些限制沒有那麼多 而每個級別之間 其實還多了一個叫做alpha 其實alpha就是一個算是緩衝期 給大家去適應的 就是大家就會知道 政府頒布了這個alpha之後 在那段期間 如果這樣人數是再升的話 很明顯就會再升一個grade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保持或者會下一個grade 就是大家就可以看著那個表去做人了 因為市場就需要一個可預測和可預期 那因為可以預計 所以你才不會恐慌 最怕就是一些突發的情況 是不可預測的 就是譬如是餐廳的話 忽然間說明天不可以營業 明天不可以堂食 老闆們怎麼辦 就是可能預了一些食材 或者員工們叫上班 但是忽然間就不需要做事了 以我做人為例 假設我是安排了 一個星期都是要做訪問的 接著跟人接觸 是要出去拍外景的 如果我事先知道 可能會有一個升級的改變的話 那我自己也會有一個plan B 我會有預算 就算我做不到這些訪問的話 我也會有第二手準備 就算真的有變化 那我也不會責罵政府 因為我這件事已經一早知道了 你自己不準備就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這件事你就怪不到人 雖然你說有意見就有進步 但是當市民每天都不知道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每天都有一個不安 其實這個是心裡面的壓力 壓力其實就會有不滿 不滿就會有怨氣 最後就會是罵政府 怪政府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香港也有一個防疫表 有兩手準備 會不會過得比較順心一點呢 因為沒有人想有疫情發生 但是當事情已經發生了的時候 至少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大家在防疫期間的生活 都比較規律 和比較安心一點點 因為我想起 韓國剛剛爆肺炎 甚至乎到現在 幾乎都沒有韓國人搶過物資 因為我記得自然看香港新聞 好像是搶過米還是搶紙巾 我聽到外國 甚至乎是 即超市場是 搶購空 超市場的架 是完全看不到有貨品的 但是韓國是沒有出現過這件事 即我身邊的韓國朋友 大家都覺得很安心 大家覺得 反正韓國是不會有事的 他們是很相信政府的 韓國人的心態完全沒有覺得恐慌 大家都算是安心的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見 最後大家真的要保重身體 注意健康 因為 即將我要舉辦這個粉絲感激劑 大家要好好健康才可以得到我的禮物 是什麼內容 之後就會出片跟大家說 現在大家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鈕 我有新片 大家就會收到通知 就會知道這個粉絲感激劑 幾少有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聽影片再見 BYE 好的 我們進去看看